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将相求 有兴趣的朋友 勺勺而为马了解一下 新的表书应运而生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秀了他奢侈的手表 引起网络的议论纷纷 如果我们对这个事 做正面的理解 也许这是汪文斌 一会将公众公布他个人的财产 我认为值得鼓励 网络时代事无巨细 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这是近年来频繁建筑 电视画面 网络平台一种特定的媒体现象 北京的朋友给我传了一帧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正在议政词言 发表红论高见的新闻图片 聚焦点不在议政词言 而在他的晚表 这个好事之徒特别点名 这款晚表是百达匪力 百达匪力 百达匪力 是一个系列的蓝表 是自动机械的晚表金刚材质 年利功能等等 春季新上市 预估到手价是118万 应该是人民币 但是呢 有一个账号叫火焰革命 叫X 也就是原来的推特的账号 他在昨天发表文章说 汪文斌所佩戴的表 是由瑞士名贵钟表品牌 百达匪力生产 这个表他说是在347万人民币左右 那又很贵 这个火焰革命说 中国护士级和厅局级的公路员 月薪是13000 一万三千人民币 他们需要不吃不喝存款22年左右才买得起汪文斌佩戴的表 当然中国人现在按照李克强原来的总理说 月收入甚至不足1000元的人民币有6亿人 那么这6亿人需要不吃不喝3470个月 289年才能购买这个表 这当然也是一个借题发挥 那么针对汪文斌佩戴的名表这一事 火焰革命就狠批 汪文斌并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代表 而是中国百姓的奴隶主 只有中国民众没有选票 就没有分蛋糕的权利 这又是借题发挥的另外一个极端 当然X的网民也纷纷留言说 中国明显财户不均 富者生活奢侈 贫者生活艰困 中国官场这么的腐败 负者横护 贫者横奔 这就是中国 啪一大堆 这当然也是借题发挥 但这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首先第一 到底这款手表 是118万还是347万人民币 我们一时没有办法准确获得第一手资料 我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百达斐利 那这个价格不得了 有700多万800万很多 但如何 如果 如果这款丸表不是假冒伪劣或者仿制品 那么基本可以确定 这是一款高价位的丸表 高价位 不便宜 第二呢 介绍一下百达斐利 百达斐利是著名的瑞士名表制造商 1839年就开始拥有丰富的历史 这个手表是精湛的工艺和永恒的设计 二文明 受到全世界收藏家的鉴赏家的追捧 每块这个手表都是经过精心手工制造 手打 采用了高品质的材料精确的机心 它广泛的著作创作 从优雅的经典系列到复杂的复杂功能系列 万连利至名三文表 它是以它的精确度 耐用性和对细节的要求文明 凭借对传统和创新的重视 百达斐利 继续为名表界制定标识 引领者 这是这个行业的一个不得了的先驱 第三 我还是拖一步宽厚的想一想 这不排除 这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工作用表 要上台以前挂一个表 贬视它高贵 但是如果真的是工作用表的 真的有这个安排的话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代表的是中国的形象 如果的确有这个安排 应该要配置的是国产表 比如说非亚迪 非亚达 非亚达这个表也相当有名气 中国十大名表之首 陈属于神舟五号飞上太空 完成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任务 非亚达手表当之无愧 是中国第一名表 跟当年的欧马嘎 登月的故事如出一尺 如果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需要配置工作用表 应该选用非亚达 而不是百达斐力 第四呢 如果汪文斌所配置的晚表 真的是百达斐力 姑且也可理解为是这种工作上的叔父 过去几年 曾经有多位不同级别的官员 就是因为佩戴跟个人收入不相符合的晚表 而重见落马 或者查处出其他精细患罪贪腐的问题 有这个记录 表书叫做我家的表书数不清 那么第四呢 根据媒体以前的报道 多年前频繁出现的杨达财 袁战亭等天价的表书 到四川地震中不代表的吴表哥 再到今天带超级平价前 几年前的一个贵州省副省长陈明明 今天在中国的官场 在谈表设变 官员们的代表情况也都在悄然的改变 我们举几个例 2012年的8月26号 陕西延南境内有发生重大的车祸 三十六人死两人重伤 当时陕西省安监局的局长杨达财 视察事故现场微笑的照片 引发了网友的不满 好事之徒的网友对他进行人漏搜索 从他身上搜出了各种各样的名表 这个杨达财就开始被命名为表书 杨达财呢 在2012年的8月20号 在新浪威访谈 就他的微笑和名表交流 他说在十年间他买了五块手表 这些小表都是自己在不同时期购买的 是用合法收入购买的 但访谈结束时候 有网友当即整理出 杨达财佩戴不同款式的手表 一共有11张这个照片 随后数日又被网友陆续挖出了 佩戴过估值13万的眼镜 腰剂名牌的皮带 浑身都是薄 结果呢 在当年的2012年8月30号 陕西市纪委 说已经安排 纪委人员调查杨德财 2012年9月就发现他有存在严重危机问题 撤销他陕西省第12届纪委委员 省安捐级党组书记局长的职务 一块手表 关没了 2008年12月 南京市的江南区房地产原来的局长周九登 曾经表态 要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明照一时 但开会的时候照片 被网友传到各大的论坛 发现他抽的烟 每条烟售价是1500元到1800元的天价烟 手上戴的手表是价值十万的名表 所以人家叫他周至尊 当年就发现他戴的手表是世界名牌 僵尸单顿 这个手表普通的叫十万元 他不仅一块 网友就很细心的网络 收出了各种各样的手表 还有一块劳力士 阿姨一大堆 另外他说这个表 这个是他女儿花2000块买来的 那么到底是有没有劳力士 什么东西 难说 后来发现这个表 是南京有一个园林公司的总经理 苏某献给他 那是两万五千多元 那我是刷银行卡 后来这个哥们 带名表开名车 受贿免职双开 起诉 获刑11年 没收人民币财产120万元 2012年的10月 湖建省的交通厅厅长李德金 也活了一把 因为他佩戴了一个价值五万元的雷达真传 系列碗表 一条一万三千元的爱马仕的腰带走红 就跟许家那条一样 结果来讲 发现表书清掌 那到底是不是 是不法而来的 不知道 没有下文 2013年呢 2013年呢 当时的李克强 那么访问的视察 雅安的卢山县委书记 范聚越 怀疑 在视察时候 机械 机智的脱下了名表 说左手腕里 出现一个表的印记 人们把他叫五表哥 那么五表哥呢 摘的那个手表也是 僵尸单顿 是五表哥这样 但是他当场发现可能不对 有人暗示之下 就赶紧把这个十万块的手表 摘下来 后来也有一个炒作 就是贵州的副省长 陈明明 发现他有个手表 结果呢 他公开表态 愿意接受所有的调查 很坦然 后来发现他的手表 经过了很多人的鉴定 戴着手表是天梭卡秀 这个评价表 正常级别在一万块左右 所以2008年的2013年左右 代表成了一个很可怕的禁忌 到了人能自卫的地步 很多官场中人 为了避免因为代表 而是身为 都采取不代表的防范措施 这就是比较有名的 三个代表的故事 这些故事汪文斌应该是知道了 第五 我认为任何人 包括高级专员 只要收入是正当 财产的的切拥有 和获取的途径是合法的 并按照党纪国法 循规循例 向有关组织如实禀报 个人和家庭收入来源 即便拥有若干价值不菲的晚表或其他贵重财户 都是可以理直气壮 公诸于众 面对公众的 第六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如果汪文斌的晚表 是通过身为技术 精心伪造的画面 则应当别论 那就是境外敌对势力 千方百计要污蔑这个汪文斌 其实即便汪文斌所戴的手表不是被刻意伪造 我们从正面的理解 也许他个人很坦荡 他以迂回的方式向公众公布他个人的财产 如此之地有这个苦心 值得鼓励 众多画春莹 麾下的花园人 其实我对汪文斌的印象不错 吸引我的是他的满头银发 而不是他的百达 匪力 万表 嘿 这是一个时事短评的小品 不过有点好玩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